广东义和电厂组件破裂隐患未出现,又悄悄运作,距离香港130公里的广东台山核电站,去年被揭发有重要组件破裂的隐患尚未消除,然而该机组近日又悄悄开机运作义位,全球首个欧洲压水式反应堆正式启动,引发外界担忧广告,广东台山核电站安全隐患频传, 既被曝反应堆压力容器顶盖及除氧气出问题后,位于河岛内部的蒸汽,又被曝发生气顶盖被验出碳含量超标,有可能因为能承受高压而破裂导致核泄漏,隐患尚未消除之时,香港传真社揭露该机组已在6月6日,悄悄进入开机测试阶段, 报道说台山核电厂采用的是第三代欧洲压水式反应堆,European Pressurized Reactor,由法国公司设计,这也是继芬兰,法国机组后,全球第三台投产的VPR机组, 但法国EPR项目因反应堆容器顶盖设计,有破裂风险容易退裂而引致和泄漏,完工无期根据报道,6月10日及17日取得的台山核电厂的卫星图片, 其中10日的卫星图片显示,台山核电厂长3.4公里的废热水排水明区内,水质比外面还水清澈,显示厂方冷却水系统,正在或曾经运作6月17日的卫星图片, 则显示排水口正在排水,在明区卷起长250米的白浪,估计冷却水系统, 当时正在运作但,核电厂主要股东中广核及旗下台山核电核营有限公司,并没有公布测试进度及开机消息,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资料,台山核电厂1号机组已于6月6日进入首次临界阶段,首次临界级是利用中子放射源启动核燃料棒, 另核燃料正式进行核裂变,是核电厂机组接拨电网,正式投入商业运作前的最后阶段测试, 反应堆的热力输出会由低至高调升,报道引述国家和安全局过去两次的检查报告, 其中1月的报告中称,台山核电厂有20项需整改的问题, 而5月这新测试报告中,仍显示有6项问题,包括有监测仪器故障, 人为失误等要求营运方加强操纵人员技能培训减少人因失误 去年12月报道就曾引述法国核安全局文件披露,供应商法国阿海法, VREVA进行产品检测时,发现台山核电站的承压组件不合格, 其中2号机组的蒸汽发生器,顶干碳含量达0.30%, 2%超过建造标准RCCM要求的0.22%文件显示, 法国核安全局核承压设备部总监曾联系台山核电站的核营公司, 法国电力公司,lectricite be friends,简称EDF要求EDF解释, 由神护制刚刚才制造的蒸汽发生器,顶干碳含量超标位置的情况, 该文件提到EDF提交的大型断键测试模型MOPPC报告, 中指出一个用来制造台山2号机组蒸汽发生器顶盖的圆柄型钢材, 其蒸汽喷出口位置碳含量超标达到0.302%, 导致机械韧性有偏差, 钢制顶盖及底盖碳含量超标会削弱断键的机械韧性, 在底售及高温度及压力时容易脆裂,蒸汽发生器一旦破裂会直接影响主回路冷却水供应可导致反应堆心过热融化, 泄漏和辐射出问题的台山核电站2号机组, 共有4个蒸汽发生器顶盖, 其中两个由AREVA委托日本制刚所制造, 在由上海电器和电设备有限公司组装, 另外两个则由东方电器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组装, 但未有相关制造商资料, 文件称拥有台山核电站7成股权的中国广和集团, 一直强调在检查中未发现核电站组件有任何质量问题, 按中广和当时的说法, 台山核电站2号机组将于2018年上半年投产较1号机组, 于2017年底投产持半年, 但在中国对于台山核电站的安全隐患没有任何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当时致电多名核电站位处的台山赤溪镇居民, 他们对此居一无所知, 报道引述香港公共专业联盟的政策召集人李广德的话说, 设备的问题是由法国核安全局发现的, 而中广和公司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拒绝面对事实, 中国核安全局也一言不发, 他认为此举违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原则, 中方应该停止一卸调室进行彻底调查, 他担忧台山核电厂,距离港澳都非常近, 一旦核电站发生泄漏受到影响的人数会超过千万, 因此绝不能容许商业利益凌驾在安全之上, 他透露国际原子能机构两年前的一个报告中提出, 负责监管的中国核安全局人员, 与中国核工业的企业人员关系过于密切, 两者之间的人员会互相转换, 这会影响到中国核安全局的独立性, 无法完全从公众利益出发船真舍, 旧台山核电厂一号机组, 进入首次临界前需要整改项目的进度, 以及首次临界后的情况, 向中广和查询, 至今仍没有得到回复香港保安局称, 港府已制定大亚湾应变计划, 以保障公众健康和安全, 粤港两地政府, 亦已建立官方应急通报机制, 及横城沟通管道, 局方将继续与大陆官方就台山核电站的安全运作保持紧密联系。